欢迎来到给忠诚的管理课 上一讲,我们探讨了忠诚管理者最重要的是完成角色转换 现在我们进入第一模块,抢贪期 什么叫抢贪期? 你刚上任,会有很多地雷等着你去踩 就算你已经在忠诚管理干了一段时间 但团队业绩不好,活得很艰难,你还是处在抢贪期 这时候啊,你就别想着活得好不好了 要像抢占贪头的特种兵那样,先顺利活下来才是首要任务 所以第一模块,我要给你讲的,不是怎么快速干成一件大事 而是怎么稳住团队,稳住业务,站稳脚跟 什么叫活下来?如果团队有爆雷事故,你就会直接死亡 而雷区最密集的就是交接了 这一讲,我就从交接这件事情出发 给你说说团队管理者怎么实现安全着陆 很多人觉得交接很简单,不就是签署一些文件交接一堆资料吗? 千万别小看交接这件事 要知道,公司评价你业绩的时候,不会去追责你的前任 而会根据你接管之后的表现 如果在交接的时候掉以轻心 你根本想不到前任们会给你留下一个什么样的烂摊子 再不算啥,我有位朋友 他的前任在年底离职的时候,许诺给了客户20万的进货奖励 换来了客户在这个月200万的进货 指标达成,拿完年终奖之后,前任就拍拍屁股跳槽了 我这位朋友一接手,客户就跑来要那些承诺好的奖励 没办法,客户只认公司,公司只能认我的朋友 同时,前任做的好的地方,他就一点经验都没有传承下来 我朋友在忠诚位置上干了一整年 完全在为这位前任还债,根本谈不上什么出业绩了 我自己也有类似的经历,前任前脚离开公司 下属后脚就过来跟我谈掌心,说是前任离职的时候许诺的 你看,交接的本质不是文件传递那么简单,而应该是一次风险排查 前任没做好的地方,你要是没有在交接的时候及时发现 或者等你接手之后,原本正常的团队轨迹被打乱 这些都可能导致公司对你的能力产生质疑 而交接过程中,最大的问题是找不准前任到底留下来多少烂摊子 这当中就有业务发展不清,团队不稳,财务预算超标,法律不合规等等问题 怎么办呢?我给你介绍一个扫雷神器 这就是特别交接清单,我把它贴进了文稿区,你可以点开查看一下 一般的交接都是检查日常工作文档,可问题往往隐藏在文档背后 比如说,前任的工作计划你有没有交接过来 人际关系有没有交接过来,风险有没有交接过来 你的下属中谁表现不错或者谁业绩不好 这些都需要共同交接,当面把情况说清楚 这份特别交接清单是为忠诚管理者特别设计的 我为你列出了交接的时候需要特别关注的三大类九个检查点 这三大类是业务计划,分险评估和关系交接 你可以在自己或下属交接的时候,让被交接人对交接情况进行打分 0到2分,0分表示不满意,1分表示满意,2分表示非常满意 如果分数加起来低于6分,那你要小心了,这说明这次交接的质量非常不好 这个时候,你需要介入,请交接双方就低于1分的项目进行解释 为什么分高,为什么分低,不要谈感觉,要谈事实和证据 这时候,这张特别交接清单,就成了你和前任和下属的一个交接沟通界面 忠诚,按照这份交接清单做好交接,能迅速发现影响业务的重要问题 甚至,你接手团队很长时间之后,还能根据这份清单,做好一次自我盘点 那么,这个打分有没有什么标准呢? 当然有,我从这三大类出发,具体给你讲一讲,每个部分都要关注什么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部分,业务计划表 你要和前任交接业务计划,资源和现状差距 大多数情况下,我不鼓励你一上来,就对前任的计划推导重来 一方面,你对业务还不熟悉,很容易误判 另一方面,吸取前任的经验,扬长臂短,继续完善 也可以帮助你上手的时候,事半功倍 同时避免团队军心不稳 所以,我非常建议你,虚心听一听你前任的工作计划和执行现状 你可以试着问这几个问题 第一,如果按照这个计划走,最终目标的达成情况会是如何 第二,计划中有哪些关键项目,关键节点,是你绝对不能有闪失的 第三,现在的计划,有哪些是你前任评估下来,可能需要在后期进行调整的 第四,目前的资源,包括公司给你的人、财、物的使用情况是怎样的 举个例子,你是一位销售总监,新接手了一个销售团队 那么,你可以去弄清楚前任的操盘计划是什么 它是怎么做好销售团队的分工,人才的培养,团队关系的维护等等 以及这些计划目前执行的怎么样了 你还要弄清楚,公司总共给了前任多少资源 目前用了多少 对于销售总监来说,手里能调用的资源,有促销费,渠道返利,促销员等等 不妨问问,这些都向公司申请了吗?哪些已经用掉了? 特别是要注意,哪些是答应给客户的,最终账上还剩多少 最后,你还要找到目标计划和资源使用的差距 比如,为什么时间过去了25%,资源花了50% 但是,全年业绩完成率只有20%呢? 另外,还有哪些资源是用了没效果的?哪些资源很有效,但跟公司申请少了? 总之,你要把交接过程当作是一个站在前任肩板去看问题的宝贵机会 接着,我们来看特别交接清单的第二部分,风险评估 忠诚管理者需要预防的风险,有业务风险,组织风险和法务风险这三类 检查业务风险,首先是看你的业务里有没有影响持续经营的雷区 我举个例子,假设你是新任采购部门负责人 你发现,公司有80%的关键原材料都是一家供应商提供的 万一对方断供,你们目前的库存就够撑两个星期 其他供应商根本补不上这个缺口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持续经营雷区 业务上除了要关注持续经营,还要关注生产安全 我自己创业的时候,聘用过一个运维的负责人 当时他们给我们反馈的第一件事 就是我们机房没有配备不间断电源 在我们补装好两周以后,园区发生了一次突发停电 恰恰因为我们提前发现了这个风险,躲过了一次大灾难 另外,仓储部的施工安全,门店连锁部的消防安全 都是影响安全生产的常见风险 除了业务经营里会有风险,你也需要特别注意组织风险 你可以让你的前任帮你判断 短期内,团队里谁有离职的风险,要特别去挽留的 谁是问题员工,要主动劝退的 好提前评估团队的不稳定因素 有些前任为了更快的调动下属出业绩 会轻率地许诺各种升职加薪 这些都会寄到你的头上 你可以在交接时,请你的前任带着你 跟这些员工进行一次三番沟通 重点关注他们的需求和动向 检查完业务风险和组织风险 我重点跟你说一下法务风险 法务风险,要注意的是 你的部门经营有没有违规违法的情况 我给你举几个特别容易被忽视的例子 比如运营部的管理者 你要特别关心侵权的风险 我自己刚开始创业的时候 就因为在APP的开机画面中 误用了某款字体 结果跟版权方打了大半年的官司 耗费了自己的管理精力 再比如,市场部的管理者 特别容易踩到了雷区就是广告法 类似于效果最好 功能最佳 市场唯一这种字眼 千万不要随便用 并且要注意你的宣传语 有没有夸大产品功效 讲一个我自己当年创业闹的笑话 当时市场部的同学写了一段广告语 说我们公司销售的木瓜有丰胸的作用 然后我就被请到了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解释了半天木瓜和丰胸之间的关系 最后还是瞎忙活 以公司被罚款告终 特别交接清单的第三部分 是关系交接 包括对外的客户关系 对内的上下级关系和跨部门关系 请注意 关系交接不只是认一下人 打一下招呼那么简单 你刚到新的管理岗位 是升级公司内外关系的大好时机 关系融洽的合作者 不会因为换了管理者 关系就变冷 关系紧张的 因为前任离开了 也有机会得到改善 我非常建议你 让前任带着你去建一次 所有的利益相关方 摆一摆山头 没准还能从他们那里 挖到一些关键的信息 一个小提醒是 你在交接关系的时候 不要只盯着负责人 同时也要对接一下执行办事的人 因为他们也许跟你有更多的合作 好 特别交接清单 我就和你说完了 除了检查表打分 你还要重点关注 交接完成了以后 业绩是不是对比前任有下降 毕竟结果说话 交接后出现的业绩下滑 显然意味着交接没有成功 你需要带领团队总结经验 在以后的交接中不断改进 好 总结一下这一讲 我主要帮助你 顺利跨过交接这个雷区 面对前任留下的交接不清 预算花钞 团队不稳等等烂摊子 你在交接的时候 就可以用到这份特殊交接清单 掌握业务计划 检查清楚业务 组织 法务等等风险 并且把人际关系 一一交接过来 既扫除了你未来带队充分的障碍 也初步帮你 找到业务的突破口和发力点 在这里 我给你留一道思考题 学完了这一讲 你发现了哪些过去交接中隐藏的问题 请在留言区和我分享你的思考 你已经顺利接管了团队 接下来啊 是不是该去招兵买马了 或者赶快跟老板谈谈工作计划呢 别着急 刚完成交接 千万不要小看你的团队士气问题 我还记得 我刚进身团队负责人 接管了30个人的团队没多久 就有两个核心老员工和我提力值 三个同事啊 想转岗 你想 这种情况下 我还怎么开场工作 哎 你可能会想 那大不了我换一批新闻工带呗 请注意 这时候啊 你还在抢贪期 未必有这样的资本 你的上级 可能还没有完全的信任你 短期 也未必允许你 大张旗鼓的去招兵买马 而你所有的计划 都离不开现有团队的执行 怎么办呢 这时候啊 稳住士气 才是最佳选择 这一讲 我就来和你说一说 怎么在军心不稳的时候 稳住士气 首先啊 你要搞清楚 为什么在抢贪期 团队会出现士气低落的问题 按照我的职场经验 其实 他们的问题啊 就这么三个 我适应得了上司的工作风格吗 我以前的业绩还算数吗 跟着这个领导 我的职业发展有前途吗 我管这些问题啊 叫做团队士气的溃点 溃啊 是崩溃的溃 什么意思呢 如果团队刚换管理者 一些没有经验的管理者 会把自己和前任的责任 切割的明明白白 摆出一副以前的事 不归我管的姿态 另外 他可能还没有深入团队去调研 就着急开始 按着自己的想法 或者上级的要求去工作 这些做法 会让你一开始 就跟团队对立起来 很难做出接地气的计划 并且还会因为缺乏团队支持而失败 反过来呢 又让团队的士气更加低落 陷入恶性循环 又或者 你已经在岗位上干了很多年 但业绩总是不温不火 下属同样会对你产生怀疑 很多管理者呢 会花很大的力气 去搞培训 加工资 开动员会 这就好比 如果一个人受伤流血了 你没有赶快把血止住 反而不断地输血进补 这是没有用的 所以 要真正扭转士气 你需要去解决那些 会带来不确定性的快点 这才是低成本 见效快的方法 那么 怎么补这些快点呢 士气问题 来源于团队本身 你得回到团队去解决 我给你三个补快点的建议 卖自己 卸包袱和找体感 我们一个个来说 先来说第一个快点 来自下属对你的不确定 面对刚上任的上司 下属会非常关注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有什么样的工作风格 该怎么样去沟通配合 比如 有些人在积极鼓励型的管理者带领下 会更有动力做好工作 但有些人呢 就喜欢跟严厉激进的上司打交道 一般 你刚接手团队 都会有一个简单的见面会 有些管理者 吵吵介绍一下自己 或者端出一副领导做派 这样的话 下属还是拿不准 你是什么工作风格 甚至会因为距离感 产生不安因素 这可能就是第一个亏点 所以我非常建议你 要学会卖自己 你可以借这个机会 从个人和工作两个维度 把自己当一个品牌 向你的下属 好好地推销一次你自己 关于如何提炼自己的卖点 让团队接纳你 我的口诀是 个人要有趣 专业要有用 个人方面 你可以从自己的家乡 教育背景 家庭情况 兴趣爱好等等 挑出一些 最能代表你个人特质的经历 我要提醒你的是 这个环节 千万别摆出一副 高高在上的样子 我建议你 尽量用轻松的语气 塑造你的人设 跟团队做好一次破冰 比如我现在咨询公司的合伙人 在给新团队介绍自己的时候 就喜欢突出自己的 骑行经历 他曾经一个人 从杭州骑行到哈尔滨 一路上遇到过 爆胎 钱包被偷 欢野迷路等等挑战 这些有趣的经历 说出来不仅给人一种亲和力 而且还向团队展示了 他不畏艰难的人设 接下来 你要把自己在职业上最成功的亮点 展示给你的团队 这个部分千万不要谦虚 这是在给团队一个暗示 公司选我来做你们的领导 是有他的道理的 展示强者姿态 给他们一个追随你的理由 这一点对提振团队士气非常重要 更重要的是 在这个军心部门的节点 团队最需要强有力的帮助 这时候你站出来 给团队展示你的专业度和经验值 告诉他们 我能帮到你什么 这就是一记强心计 举一个我自己创业 做生鲜电商的例子 当时供应链的负责人 充满离职了 我作为一个销售出身的业务管理者 不得不接受仓库和配送 这些后端工作 面对很多工作了十几年的 供应链从业者 我当时就拿下面这个卖点 展示给团队 各位在供应链上比我专业 我需要多向你们学习 但是我在零售管理 用户体验 电商流程管理等等方面 还是有不少成功经验的 我可以帮助大家 把供应链的工作 更紧密的跟前端销售工作 结合起来 让你们不会只是躲在幕后 别人都看不到你们的付出 你看 让大家的工作更有价值 就是我当时带给他们的一个卖点 下属了解了新领导的合作风格 还会关心自己的工作业绩 也就是我说的第二个亏点 他对你怎么看他不确定 你的下属会担心 自己以前的一些小失误 会不会被你追责 团队里业绩优秀的员工 会很担心 自己以往的业绩被你遗忘 这些明星员工 更是你第一波要重点稳住的对象 我给你一个工具 叫卸包袱 用来卸下员工 对自己过往表现的包袱 让他们轻装上阵 怎么卸包袱呢 你可以做三件事 寄心愿 晒业绩和做切割 寄心愿就是说 你要尽快通过一对一谈话 把下属们的需求都记录下来 这个动作看似很简单 当然下属知道你愿意倾听他们的声音 对于短时间内迅速收获下属信任 非常有效 晒业绩是指 你要第一时间认可团队里的明星成员 多给他们曝光的机会 比如让他们参加一些内部的经验分享 带他们参加你跟公司高层做的汇报 请他们给新人做培训等等 这样就是在给他们传递一个信号 你的表现我看见了 所以我给你更多的机会 做切割呢 是说你要在团队内部 开一次业绩回顾会议 检讨前一段的工作得失 把影响团队出业绩的问题找出来 并且告诉你的下属 哪些问题不是他们的责任 你会带他们去解决 但哪些方面是他们做的不够 接下来要继续去努力 让下属卸下了过去的包袱 接下来你就要着眼未来了 下属会考虑个人发展问题 这就是第三个溃点 一些有野心的下属 会关心新领导到底懂不懂行 团队之前遗留的问题 他到底搞不搞得定 跟着你这个领导 到底有没有笨头 对他的前途发展有没有好处 如果你想在短时间内 迅速打消下属的这些疑虑 并且收获一般忠实的精品强奖 那么我建议你用第三个方法 找体感 一定要自己上手做一遍 让自己在前线被看见 还是回到我做生鲜电商的经历 我当时刚刚接手了团队 对一个生鲜舱 到底要配多少个管理员 心里一直没有底 从财务的纸面数字上算 每打包三百单加一个人 做一天修一天这种排班 好像是合理的 但是总部层面讨论了很久 也决定不下来 因为机场员工说做不到 所以我决定 自己到现场去蹲一天 我发现 虽然从字面上看 一个人每天处理三百张订单 可以实现 但实际上 人的精力体力都是有限的 这种工作强度 会让很多最简单的操作 严重走样 这是坐在办公室里 纸上谈兵 完全感受不到的 发现了这个问题之后 我把排班一改 工作效率立刻提升了 整个团队的事情 焕蓝一新 因为他们看见了 他们的老板 愿意俯下身段 跟他们一起解决问题 看到了 我想真正做出点事的心 那么他们自然愿意 全心全意的投入跟我干 当然 找提赶不是一次性工作 在你就任初期 上手实操 可以平凡点 哪怕你已经熟悉了 我也建议你 保持一个月一次的机会 去体验一下下属的工作 所以 在我的管理日历里 我就会直接在每个月 提前预定出一天的时间 和下属们一起去做 他们的工作 并且让自己被看见 说了这么多 怎么判断你的团队士气 已经走上正轨了呢 我最后给你个工具 我在文考区 放了一份 员工稳定度清单 里面总结了 员工离职的17个信号 一分表示非常稳定 三分表示正常 五分表示极其不稳定 根据哈佛商业评论 一个类似的调查 获得平均分4.2分的员工 他们的离职率 是三分员工的两倍 你可以对你的下属打一次 看看他们平均分是多少 好 我在这一讲给你分享的 就是忠诚管理者 在上任之初 或者是迟迟没有业绩的时候 怎么快速扭转团队士气的心得 团队军心不稳的溃点 来自于三个不确定 对你不确定 对你怎么看他不确定 对你的方法是不是有效 不确定 针对这三个问题 我给你三个建议 分别是 卖自己 卸包袱 还有啊 亲自上手 实操 找提感 在一线被看见 在这里 我给你留一道思考题 如果你还没有在你的团队面前 正式地推销过自己 我想请你试着提炼自己的卖点 在评论区和同学们分享 感谢观看